上个星期政府才喊出要纳管网络 结果传出绿营的立委蔡逸宇 直接向行政院提出要求要管理PTT的账号 管PTT的账号说这话不见得是绿营得分 可是它的理由是说 俄乌战争期间 PTT上面有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的言论四处流窜 会打击分化台湾抗中保台的团结之心 问题是国际情势 大家本来就各有所见 难道只有政府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的大内宣 这样的言论才可以被接受 民众不能意见不同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真语 所以未来只要提出和政府不同的意见 可能就会被扣上这个叫做风化团结的大帽子吗 政府是不是就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管制网络吗 我觉得现在民主进步党 不知道是不是倒退一百年了 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 当初他们站上街头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自由民主 为的是言论自由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我是民国76年出生的 我是在解研那年出生的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会不会回到那个时空背景啊 因为他们蔡政府不是最常说时空背景不同吗 难道现在又是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吗 其实你知道很多PTT上面的很多人说网络警种即将要重出江湖了 那法学的代表还说刑法第一百条可能会将复辟哦 大家不要觉得不可能也不是违言耸听 为什么要这么说 大家还记不记得全世界只有两个政府 只有两个政府以行政权来关闭以人民立法权的媒体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 他关闭了苹果 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他关闭了中天 所以当初你民进党政府你所诉诸的言论自由在哪里 我们来说一下 我先说一句哦 法国的思想家福尔泰他说 我虽然不赞同你的说话 但是我事实捍卫你说这句话的权利 这个叫做是自由的整体 言论自由的整体 再来英国的小说家欧威尔他说 自由的意义是在于我们有权利告诉他人不想听的话 难道现在蔡政府如果只要跟你背道而驰的意见 你通通都要叫大家闭嘴吗 我要说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捍卫你想听的话 但是我们能不能捍卫你不想听的话 如果你蔡政府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压迫我们的百姓 压迫我们的人民 真的是民主倒退一百年 我要怎么说 我今天有准备一个手版给大家看 今天为什么会把它全部涂成红色的 请问一下你这样子跟中共有什么不同 我们来说一下你为什么要管 他当然要管你啊 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杨慧如吗 大家还记得林秉书吗 这些都来自哪里 因为这些账号在之前 在四年前总统大选的时候 PTT他们全面去扫 扫有这个叫什么 PTT异常跟多重账号立常的分布 大家知道吗 里面将近有三千笔的账号 里面有两千七百多 将近两千八百笔 全部都是立常是在你绿营的 他全部把你翻出来 全部都把你关掉这些账号 他为什么不喊管 因为没办法 他没有办法再带风向啦 他没有办法带风向告诉大家 政府好棒棒啦 所以他今天就喊话来管 我要管你的言论自由 我要管你说话的权利 难道这是我们台湾 现在民主在进步吗 这不是倒退一百年是什么 这是我们最需要的言论自由 当初是你民进党政府 你站在街头 多少人换血泪换来的自由 你现在要走回头路 真的民进党政府 蔡政府蔡依依 想清楚 你的20到39岁 已经在下滑了 不要再拿你自己的石头 来压你的自己脚 真的拜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